胡思乱想并不是女人的专利 出轨外遇也不是男人的特权 不只是普通人出轨 娱乐圈的明星也会如此 不知从何时开始 娱乐圈时不时就会蹦出一些女星出轨的大瓜 今天就为大家详细盘点一下 娱乐圈六位出轨的女明星的情势和境况 1.张琼兹 现在60多岁的演员张琼兹 早期以模特身份出道 一脚踏进眼圈后 契约不断 即便婚后淡出荧幕十年 都不曾被观众淡忘 张琼兹1993年和职棒选手郭太元结婚 婚后跟随丈夫到日本定居 从大明星转为家庭主妇 由于体质难受孕 经由试管婴儿的方式 才顺利生下两个女儿 看似幸福和乐的家庭 却在搬回台湾后一晚发生了变化 那时郭太元被检查出肝癌 下咽癌 必须进行手术和化疗 而此时张琼兹 却被拍到和潘若迪单独在车上优惠 车身甚至出现不明晃动 引起轩然大波 当时郭太元气得离家出走 打算离婚 在张琼兹极力的挽回之下 点人才破镜重圆 继续维持着夫妻关系 事隔多年 张琼兹被问到当年的婚便 表示我不是为了孩子才留住婚姻 我没那么伟大 是真心觉得不会再找到 比她更适合我的人了 19岁年轻貌美的许纯美 在参加一次聚会时 认识了富二代李文青 李文青采用了强迫的方式 没想到许纯美却因此怀孕 许纯美只好面为其难的 嫁入李家 但李文青原本就是一个花花公子 稍不顺心就对许纯美动手 饱受屈辱的许纯美 最后实在忍无可忍 她提出了离婚 后来她认识了她的第二任老公 这个男人就是身家百亿的郑琪松 两人结婚的那一年 许纯美只有25岁 最初的那几年 郑琪松对许纯美也是呵护备智 只是新鲜感过了之后 郑琪松又有了新的追逐目标 后来郑琪松患上肺癌 离中之前 她将百亿家产全部留给了许纯美 之后许纯美嫁给了黄海明 对方依旧是富豪 不过许纯美还是把这段婚姻搞砸了 因为她与小大23岁的小鲜肉 林宗一偷情 结果被老公捉奸在床 两人因此撕破了脸 并且对驳公堂 2006年 许纯美和黄海明离婚 虽然许纯美是过错方 但是对方毕竟是豪门大户出身 随便给一笔分手资产都是豪宅 同一年的五月份 许纯美看中了23岁的小嫩魔邱品睿 这段姐弟恋一度被媒体高度关注 因为所有人都在期待 许纯美还会上演怎样的狗血剧情 果不其然 许纯美不负众望 在媒体高度秀恩爱仅仅一个月后 许纯美就被小鲜肉给伤害得差点毁容 原来 邱品瑞是一个赌徒 债台高中的她经常让许纯美为她买单 有自因为许纯美没有及时给钱 她竟然伤害了许纯美 这样许纯美不得不接受整容手术 闻讯而来的媒体纷纷赶到医院 拍下了许纯美这难看的一面 3.肖强 肖强最早的一段绯闻 是在拍摄《爱在星光灿烂时》 和导演何东兴的绯闻 不过两人并没有结果 后来肖强被当时台湾的富商曹星成包养 因为基于肖强的美色 便不顾一切找机会认识肖强 并大力地送上价值连城的豪宅 以及不限额的购物卡和名贵奢华的钻戒 可曹星成对他好归好 却并没有长久跟他在一起的打算 于是 肖强的绯闻男友 立马换成了另一位 建材富商林金龙 这一次 肖强的包养费直接飙升到了8000万台币 豪车豪宅更是不在话下 可即便如此 这段被传得有板有眼的绯闻 还是被林瑞阳的出现拦腰折断 可当时的林瑞阳已是有福之福 所以 肖强被骂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小三 后来肖强因为插足李奥文的婚姻 被李奥文的太太狠狠地教训了一番 在林瑞阳文那吃了憋之后 肖强转身便被拍到 与另一位已婚富商徐家森一起用餐的照片 在此期间 肖强还殷勤地为其夹菜 可这段感情最终还是无疾而终 之后 台湾广告才子范可卿 也加入了肖强的绯闻男友行列 据说因为肖强 范可卿和自己的正牌女友崔台精分手了 可即便如此 也没能换来与肖强的长长久久 紧接着 齐行就被拍到与肖强手拉手逛街的画面 齐行甚至还做出了 为肖强撩头发的亲密动作 随后 两人还一起吃了日本料理 可肖强对此 却一再解释指指朋友 最终肖强选择了包养别人的路 在他51岁的时候 变成了一位90后的小鲜肉 如今的肖强已经54岁了 依旧未嫁 跟小鲜肉的恋爱谈得风生水起 虽然情史丰富 饱受非议 肖强却满目在乎 他说 我桃花多 观众才会喜欢我啊 4.张爱佳 张爱佳心徒璀璨 但情路却十分坎坷 因为从小不在父母身边 他性格比较叛逆偏执 进军演圈之后 年纪轻轻的他获奖无数 更是有些自命不凡 是因为只有那些真正的才子们 才能配得上他 而罗大佑就是这样一位 真正的音乐才子 这是张爱佳的时候 罗大佑还没有从医学院毕业 点人因电影闪亮的日子 相识结缘 罗大佑毕业之后 在医院实习 但因为热爱音乐 最终选择辞职 专心做起了音乐人 有了交集的两人 慢慢的相爱 张爱佳折服于罗大佑 过人的才华 而罗大佑 欺慕张爱佳的美貌 和独特的气质 郎才女貌很是般配 可是此时的张爱佳 已经嫁为人妇 但他固执地认为 相爱的人是不错的 他不顾世俗的眼光 与罗大佑光明正大的 牵手拍拖 罗大佑也把自己 在独一大期间 精心创作三年的童年 送给张爱佳 张爱佳凭借童年 一举拿下当年 台湾百大唱片第二十位 然而两人这段 轰轰烈烈烈的爱情 仅维持了一年多 当激情不再 而张爱佳也发现 罗大佑爱音乐 多过爱自己 他果断选择了分手 高金素梅 高金素梅是台湾的 知名歌手 演员 曾因离肝癌而退出演员圈 他的人生宛如一出 精彩连续剧 历经至少七段 轰轰烈烈的感情 其中有三段就是 不被世俗接受的 小三过往 2001年 高金素梅与唱片制作人 戴维雄传出绯闻 据传他曾介入 戴维雄的婚姻 他甚至为她怀孕 并在阳明山 共筑爱潮 2002年 高金素梅与已婚立委同事 郑志龙传出绯闻 不久后 郑志龙便离婚了 2006年 高金素梅与已婚 十人台北县副县长的 李鸿源 数度被拍到恩爱同游 而后受绯闻影响 李鸿源一度请辞 当高金素梅被问到 在感情角色上 为何总是扮演小三的角色 他说 平凡人也会有这样的经历 只因我是公众人物 我唯一做错的是 有时候太感性 太大而化之 太感情用事 6.蔡姓娟 蔡姓娟2007年圣诞节刚结束 与资深制作人前夫 谢孔中近六年的婚姻 就被一周刊惊报 他与已婚的王勇在二房长子 王文瑶过从甚密 二人在情人节前夕 这十天之内 陆续在六福皇宫饭店 开房间密会三次 震惊各界 前夫系孔中 余怒未消表示 前天刚返台 就收到这份大礼 我一早就把杂志内容看完 越看越生气 简直看图说故事 接着马上打电话关心她 她也跟我解释 是去参加朋友聚会 里面都有其他人 也有她的经纪人 不是只有孤男寡女 据悉 蔡庆娟曾帮王永庆唱歌助手 才与王家人熟识 事实上 蔡兴娟穿梭五星级饭店 也实有所闻 记者2007年年底 就曾在京华酒店与她巧遇 当时她神色匆匆紧表示 要上楼找朋友 而在她爆发离婚消息后 记者曾询问她感情现况 有没有追求者 她以现在没有这样的心情 回避问询 待记者进一步再问传闻 她与王文尧走得很近的原因时 她马上就说 不要乱说话 而与她认识十多年的资深制作人张富 昨则表示 很讶异 她个性很低调 私生活很少让人知道 会因本事联系两个人的纽带 是相爱的证明 但这却在不良风气下 成为一种关系约束 无规矩不成方圆 出轨这种事情放在普通人眼里 都难以忍受 更何况是艺人明星 我都不能寻致 未经历的电影 都能寻致 公 foundation 我们根本身上忍受 对这种事情放在八几玉